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立刻撞文驳斥 他抹黑佛教 其实在水木然被抓之前呢 还主动补救 辟谣三文章 还向佛学致歉 承认90%的数据出自网络 做着便为考证 导致很多中国寺庙无辜受冤 话说水木然是蛮喜欢用90%的 他之前写过 中国90%的私企将倒闭 还写过 新一轮财富减羊毛 90%的老百姓无法倖免 这一次又来了一个普天人 承包了中国90%的寺庙 不知道这一系列的90%是怎么出来的 中国佛教的回应也是杀气腾腾 在自己官网上发表文章 抹黑佛教的用意何在 标题名为 说水木然这种通过歪垂事实 造谣重伤 恶意抹黑佛教界的行为 不仅违背了私人行为的道德底线 更触犯了我国互联网相关的法律法规 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啊 作者罔顾事实 适应捏造 抹黑我国佛教界 攻击我国宗教政策 等待它的不仅是良性道德的请责 还有国家法律的制裁 然后呢水木然就应声被警方法律制裁了 已经刑拘了 寻衅知识罪 我看中国佛教协会的回应啊 倒是让我想起 哎 佛教不是有著名的一种法门吗 叫忍辱 就忍辱负重的忍辱 忍辱法门 忍辱法门呢 是佛教在早期就开始提倡的重要的修行法门 而到了大乘法教时期呢 这一法门发展的更加完善 基本上成为了佛教的基本教理 既是六波罗蜜之一 也是十波罗蜜之一 波罗波罗蜜 那么许多大乘经典对此都有论述和介绍 其中比较有代表意义的呢 一本是大制度论 另外一本是瑜伽师弟论 在大制度论中呢 他把忍辱分为两类 一个叫做僧忍 一个叫做法忍 所谓僧忍呢 是指菩萨对一切众生都要忍耐 众生呢 是无量无边的 这无量无边的众生 有的对我们怀好感 有的对我们不怀好意 但真正菩萨呢 对这两类众生都平等对待 既不亲厚 对他怀有好感的众生 也不嫌恶 不怀好意的众生 这叫做僧忍 所谓法忍呢 是菩萨对一切诸法都要忍 都要忍辱 佛教的法呢 大概是一切事物 或者宇宙万有的意思吧 法是多种多样的 而菩萨都能用般若智 观察他的实相 并且安住在这种空相当中 所以叫做法忍 僧忍和法忍 其实呢 发言成当代话就是忍耐别人 忍耐其他事物 瑜伽斯基论呢 又把忍辱分为三类 第一个呢 是耐怨害 怎么说不转啊 我常耐怨害 害人 害人 太有可 重新说一遍 瑜伽斯基论呢 又把忍辱分为三类 第一个是耐怨害人 第二个是安守苦忍 第三个是地查法忍 第一个呢 耐怨害人呢 是指受到他的埋怨与加害死 不愤怒 不抱怨 不怀恶 对于加害者还要怀有 亲善之想 所谓安守苦忍呢 是对于比如自然间的 寒热风霜天灾人祸 和自身的疾病痛苦心理教育 都能够忍受不怨天尤人 不推施道业 所谓地查法忍呢 是能够对不生不灭的 助法实性 产生圣洁 也就是尽情信顺教法 安住以此 不为戏论和妄成所动所然 其实我们看到 不管是大致论的身忍法忍 还是瑜伽斯基论的 三种忍辱思想 其实对应着水木然的网贴 那应该是不为所动啊 而且应该还要继续的 对他好才对嘛 但是呢 中文法学却一路拔剑 直接要求要把他法办了 其实呢 当然呢 佛教协会也可以说 人不可人 无序再人 我们佛教也有金刚入目 才能降佛示魔嘛 以上的关于佛教的人辱观呢 来自于一位叫高明的学者 刊登在法英杂志上的一篇文章 是世俗人辱观 与佛教的人辱观 我对此并没有研究 但这篇文章写的比较专业 所以把他的精华 在节目里面讲一讲 这里著名出处 其实呢 佛教学会的人辱与否 不是我关心的重点 因为我不是佛教徒 我更关心一个与我自己 其实也与我们每一个 不论是否是佛教徒的个体 都密切相关的议题 那就是言论自由 不过说到言论自由 可能听众朋友们的耳朵 都听起简了吧 比如说我曾经做过 这么多期节目里面 都包含了言论自由的内容 163期 网络直播平台 与网络色情 136期 比任志强幸运的英国女童 114期 美国色情杂志大亨的 庭审直播 96期 听右美国 每个人都有批评 政府的权利 77期 爱母笑 爱成无奈 73期 打击谣言 靠重行不足 靠信息的自由市场 不论是分析 观点 还是案例 关于言论自由 确实我会讲的比较多 因为呢 我也非常看重 言论自由 今天呢 就水目然暗 我惊要的再讲一讲 我对言论自由的认识 以及从此出发 由此出发 来看水目然暗 第一呢 我要想讲的是 言论自由 其实是国家与个人之间 充满张力的一种关系 它本质上是一种公寓 在公共领域中的制度安排 而且言论自由 就是言论权利 二者没有必要区分 也不可能分开 很多人说的言论有边界 指的是 自由的言论有边界 但不是言论自由 因为言论自由是一种制度安排 它不存在边界 它是一种权利 关于权利的制度安排 不存在边界 但是自由的言论有边界 所以我们也可以浓缩成一句话 真言论自由 只叫国家真 而自由言论的边界 那么交由司法裁决 朋友们可以慢慢体会一下 我为什么会区分言论自由 与自由言论 具体而言呢 其实普通的个人与个人之间 并不存在压制言论自由与否的关系 而只是言论是否有风度的关系 当然呢 前面说过 自由言论有边界 比如不能侵权 但即使言论侵权 个人也只能输注于司法 来实现个人权益的救济 这时候横量一种言论 是否属于保护言论自由的范畴 交由司法裁决 那仍然是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关系 由此我们也可以推出 能侵犯或压制言论自由的主体 只能是国家 而能保护言论自由的 则是限制民主 至于裁定自由言论边界的 主要靠独立的司法 有时风俗也起一定作用 但是风俗呢 不具备司法那样的强制力 而我们说回水木然此案 如果只是佛教学会发提抗议呢 尽管我认为 这并不和他们佛教的忍辱教门 但并不构成对言论自由的威胁 而作为公权力的司法权的介入 就可能威胁到言论自由了 因为第二 在我看来 言论自由的要义 就是保护少数人表达意见的自由 以及人们说错话的自由 因为多数人表达意见 一般来讲 当然也是应该保护的自由 但是用不着 多数人都这样看 都这样说 没有人去保护 只有少童的不同意见 那才容易被打压 甚至被消灭 或者是被报复 或者被惩处 所以言论自由的要义之一呢 是保护少数人表达意见的自由 甚至呢 言论自由还保护的是 人们说错话的自由 当然是说错话的自由呢 我后面会有第三条 来加以鉴定 什么时候说错话 是应该容忍的 而且不能够诉诸于公权利 来惩处的 水木然的贴纸呢 显然有不少夸淡之处 事实之处 但是呢 照我看来 它不但不构成刑案 甚至连民事案件都不构成 我也咨询了我的女朋友 建文新律师 他同意我这个观点 他认为水木然的贴纸 并不构成刑案 也不构成民事案件 因为呢 水木然贴纸 不构成现实的行为后果 而且批评 甚至说诽谤的对象 也不是一个具体的 有人格的活人 或者某个具体的组织 退一万不说 就算它针对了具体的 有人格的活人 或者某个具体的组织 也未必就构成侵权 因为第三 如果言论未引起 极客而明显的危险之时 也未能造成具体且严重的 现实行为后果 那么言论就应该 也只能靠言论来对峙 换言之 只有在人们 无法通过充分的辩驳 来消除某种言论 会引起的极客而明显的 危险之时 或者某种言论 造成了具体且严重的 现实行为后果之时 言论才应该被管制或惩戒 而水木上的贴纸 就是个90%的寺庙 被普特性占领的 这样一个贴纸 当然是比较low的 中间有不少 谬误的成分 但这种贴纸呢 显然可以通过 充分的辩驳来澄清 也不会引起什么 极客而明显的危险 比如人们就纷纷的 要跑去把寺庙包围了 把人暴打一顿等等 不会引起什么 极客而明显的危险 同样的他也没能造成什么 具体且严重的 现实行为后果 造成什么呢 佛教生育败坏 佛教生育败坏 是一个水木上的贴纸 有能造成的吗 而且这个水木上的贴纸 里面所泛指的佛教 它不是人格主体 或者具备法治歌的组织 泛指的中国寺庙也不是 对此二者的批评 甚至是错付的批评 并不构成诽谤要件 如果它是直接指 中国佛教协会 怎么怎么样 纵容普天系 或者是收普天系贿赂 那可能构成诽谤要件 当然是贩子的佛教 和贩子的中国寺庙 它其实并不构成诽谤要件 那自然不再被管制 或惩戒之列 当然了 我们就水木上岸 与警方谈言论自由 还是有可能是鸡跟鸭讲 因为很显然 水木上岸呢 有人认为是 违信版的情火火案 是杀一只温鸡 来以尽孝油 尽泼猴 其目的呢 本身就是要控制自由的言论 那么说到对思想自由 与言论自由的控制呢 压制呢 很多都会想起奥威尔的小说 1984 然后一说到1984呢 就直接对于到今天 其实呢 1984未必是无邪可击的 像斯洛文尼亚的哲学家 齐哲克 以后可能会出现在 我们的节目中哦 专题的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 一个哲学家 也有很独到的见解 这位叫齐哲克的哲学家呢 他对1984有段 很独特的解读 他说奥威尔 在小说中描述的 斯大林主义下的 反乌托邦社会 里面讲的是 政治高压和意识控制 他这本小说呢 在不少前 共产主义国家都被封杀 其实完全没有必要 因为奥威尔 对斯大林的理解很幼稚 他本人对 集权社会的分析 根本不得要理 在我们这儿现在 没被封杀 一度也是内部独物 就是说 齐哲克认为 奥威尔天真的以为 前苏联真的有那么严密的 国家机器来控制人们的思想 有条不紊的进行 书报审查 行脑运动 其实情况并非如此 从莫斯科的很多 解密文件中 人们可以发现 当时的国家机器 对于很多事情 是完全没有准备的 他们只是仓促的 在进行监控 他们也在害怕和恐惧 并不存在奥威尔描述的 未遭到任何反抗 及挑战的 而且非常高效率的 几乎与完美的集权统治 我觉得他这一段解读 蛮有意思 说出去了 说有点奇怪话 还说回来 再回到我们今次的话题 像水木然发贴生生 百分之九十四秒 被普天系占领 或许是夸诞不识的 但是佛教与经济的关系呢 从古代到现在 都是不能回避的 一个显赫的存在 为此呢 我阅读了一些文献 像比如阅读了 北京图书馆影印的 《现代佛教学术重刊》 其中呢 有《佛教经济研究论集》 收了不少考证神祥的文章 但是呢 所说的论文呢 分析力不强 考证比较详细 但是分析力较弱 此外呢 《佛教经济研究论集》 没有收入美国历史学家 杨连生的一篇名作 《佛教寺院》 与国史上四种 仇措金钱的制度 就比较遗憾了 像据杨连生考证 中国历史上 有四种仇措金钱的制度 分别起源于佛教寺院 那就是当铺 典当行最早起源于佛教寺院 还有就是合汇 也就是民间信用附助 或者最早的民众信用基金 起源于寺庙 再就是拍卖 拍卖源于佛教寺庙 以及最后的出售彩票 也是起源于佛教寺庙 你看佛教 其实跟中国古代的商业经济 那么是有很多发明的 佛教寺庙拥有必经营当铺 可以远说到五世纪 而这种民间信用互助 那么到唐代 就和寺庙密不可分了 而拍卖 比如说生女的事物 或者寺庙里面的物据 那么在唐宋元 各朝就已经有了 而在元代 那么寺院也开始发行彩券 来筹取基金 杨连生的这篇文章 写的比较早 那么后面 我阅读到一篇 当代学者周琦 发表在中风杂志上面的一篇文章 我觉得写的比较详尽 也叫中国历史上的 佛教经济问题之审市 这篇文章 2013年发表的 他首先论述了 世纪经济的起源 为什么在印度 没有类似于中国 这样的佛院经济呢 是世纪经济呢 因为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呢 自然条件 世纪分明 主要靠下丘收获为食 是靠天吃饭 程度很重的农运社会 使得在印度等热带地方 可行的完全依靠 脱博行企 或者自然物产 就可以维持生存的条件 大打折扣 对生徒而言 那么就不得随环境 变化而变化 虽然呢 行企等头头 仍然这个 仍然存在 但是依靠布施供养呢 却是生人生存物资 最初所得的 主要途径和方式 像供养人的形象 很早就出现在佛教壁画中了 不过呢 这个起食的环境差异大 可依赖的程度也比较低 而中国的政治文化 传统和环境呢 也让生人这种 行企游走 受到诸多限制 因为游生 一般被视为是 社会治安的隐患 像政府的一般要求 生人休止 都在寺院方便管理 而即使呢 他在寺院中 不出来刑起 主要依靠供养 但保障程度 也很成问题 于是呢 就像当年南利湾的号召一样 佛教徒们也自己动手 风云足食 自己开始赚钱 来维持寺院的日常运转 自己动手 风云足食 不过朋友们 你知道吗 南利湾主要种的是什么吗 这个风云足食 它是靠什么来动手 种的什么东西呢 如果不太清楚的 可以搜索 陈永发 红太阳下的荫树花 惊喜哦 嘿嘿嘿 好 我们说回来 还是说寺庙经济吧 不要管呀 南利湾种什么呢 那么以土地 乃至经营商业 来保障寺院的生计呢 在六朝已降 就渐渐成为一种 广为接受的 寺院的经济形势和趋势 史料中记载的 最早由朝廷推出的 寺院经济制度呢 是北魏时期 对于真知户 和佛徒户的设置 当时著名的 升官砂门筒 谭耀 提议出台的 相关佛教经政策 不过呢 更准确的说 这种政策 其实是对 已经在佛门流行的 相关不规范作动的 整顿 追认 和正式的制度化 这种寺户制度呢 使得寺院经济 坦而皇之的 就提上台面了 成为寺院生活的 重要部分 虽然这个南非朝时期呢 社会动荡 生之户 或佛徒户 请示的制度 停止改造 但类似的制度呢 实际上广泛流行 被延续 寺院的经济活动呢 是相当的丰富 而对于 市户的成分 构成规模 人身自由度 分配方式等 也形成 相对气质 和严格的分类和管理 甚至比较接近 经济带的企业管理呢 除了这个寺户 栽田 是寺院的一个 基本经营来源以外 寺院 其实还长期 从事一些商业经营 比如说 很著名的 长生库的经营 这种长生库呢 又叫无尽帐 其实是一种 以信众布施的钱财为基金 而设置的一种 信贷业务 这种信贷业务呢 使佛教 寺院经济的范围 托广 程度也加深 但他指出呢 寺院经济 其实很大程度上 就如世俗的经济一样 都是利益目的下的经营 因而利益之争呢 也是常事 历史上好几次灭佛 其实都跟寺院经济 壮大有关 打土豪分田产 打土豪生人 分离的这个田产 即使不是分田产的 平常的利益之争也很多 像武则天的女儿 太平公主 就存在雍州寺庙 争脸位 这脸位呢 就是模仿古代的称法 在唐律中呢 有很多涉及到 这个模仿的律条 可见模仿呢 在当时是一个 利益比较高的营生 而在这个 唐宋乙将的 这个佛教寺院中呢 这个模仿 跟长生库一样 前面提到的 信贷的长生库一样 是寺院经济的重要内容 不过以上所述呢 还属于正常状态的 经济活动 在一些非常时期 比如说玉碟 就是卖 杜碟 杜碟就是官府 发给这个 生理 证明其合法身份的凭证 然后寺庙呢 可以参与买卖 这是一个 很重要的 非正常经营的内容 而且往往是应 朝廷募集资金的要求 在此生教育中呢 佛教成为官府 与个人之间的 某种经济人 他帮助官府 来卖杜碟 而这种教育的结果 一般是佛教 或者某派 因此获得了 拿到了这个 资金一方的政治力量的扶持 当然呢 佛教寺院基金中 最基础的经济活动 和基金来源 还是佛式活动 问题在于呢 这些类于金灿 这类的佛式活动 往往会异化为 这个僧人 挣钱牟利的银身 中国历代朝廷 如果要出台佛教政策 那么一般都有 比较重的篇幅 来约束佛式活动 像比如明太祖 朱元璋 他甚至亲自过问 佛式活动的价目表 而经营这个佛式的士生呢 一直都是既为社会所需要 又为社会所鄙夷的一个群体 问题当然不出在 这个金灿佛式本身 这个宗教活动本身 而是一般来说呢 从事这种佛式活动的僧人 他忽视 或者没有能力 维护宗教的神圣性 与纯洁性 而确实是拿佛式活动 来作为盈利勾当 对于我们当代 人们也可以联想联偏了 在当代呢 佛教经济确实有 蛮多的发扬光大 比如说佛教生理 变成景区售门票 这在古代不可想象 但是发扬光大呢 绝对不是什么佛门性 我阅读到疯狂网佛教频道 曾经做过一期专题 专门来全面的批评 借佛典财的这样的现象 这个专题的名称叫 借佛典财 伤不起 其中有一组文章蛮多的 比如说批评海南的 这个求神拜佛业 不是为了宗教 而是为了典财 再比如说 关于这个少林式僧人 指责登峰政府 炒作寺庙发功夫财的 这样的新闻 再比如说 有人花一万六千八百元 供养一座佛 而且形成一个公司运转 公司借佛念财 那么谁来管呢 再比如说国家级贫困县 还出现了天价香 十分钟烧掉一百一十八万的香火 但是香火不是说 香火本身只一百一十八万 而是付了一百一十八万香火费 十分钟烧出一百一十八万 发生在国家级贫困县 好可怕 再比如说佛教被商业化 出现了蛮多的佛商品牌 开关啊纪念品啊 衍生的各种卖钱的东西啊等等 然后当然前面说的 佛教圣地变成旅游景区 佛教呢 搞旅游本末道指 而且有些庙宇呢 是由商人来盖 沾满了这个铜锈 垫覆了宗教的神圣 这基本上来源于凤凰王的佛教频道 这可不像水木上的贴纸 是拼凑 大部分是有专业媒体的报道 或有专业的 来自于佛学街的人士的反思 或来自于媒体人的调查采访 评论人的观察等等 看了就是触目惊心啊 实际上我们在生活中也有这个感受 而且寺庙不但都借香火钱 或者旅游带来的收入 非常的盆满钵满 甚至还有职称呢 像我知道 俄美山景区的一个大庙的主持 正处级还是副处级 这个很荒诞 想要行政级别 像高校想要行政级别一样的荒诞 我从来没听说过 这个哈佛大学的校长 在美国算个副部级吗 什么 但我们这边 比如川大的校长 就是一个副部级 寺庙有职称 有这个行政的这个 不是职称 有行政的级别 大学有行政的级别 官本位真是无孔不入啊 不但可以倾入高校 本来应该是一个独立的 自由的一个学术 和教育的这样一个净土 但是也有官本位 然后在宗教场所呢 按道理应该是更 更去世俗化的 他也有官本位 而照看来呢 如何遏制 借佛典才 去掉一些这个官本位的东西 官联的东西 还佛门 以宗教的神圣性 这才是欠诚的 中国佛教信徒 真正应该关心的重要议题 而不是水木然写的 那一类夸单网贴 再说了 问题很简单 水木然 骂你骂的不对 并不能证明你就对了 你就是完全没有缺陷 没有胡七八糟东西的 这个逻辑 朋友们应该能想通吧 他骂你骂的不对 并不能证明 你就完全对了 好 本期讲的稍微有点多 因为内容非常丰富 阅读大量的材料 也经过了比较精心的思考 但可能朋友们呢 听的是不是有点累呀 好 感谢各位收听 本期十五鸡蛋 我们周三再会 周三是一档有趣的 非常好玩的一期节目 没有今天的严肃 但是非常的好玩 我们以装以鞋 一张一词搭配着来 老是讲严肃的 信心量大的 朋友们可能也会很累 所以讲了今天这一期 比较严肃和信心量 相对略大的 这样一期节目之后呢 我星期三会讲一期 令你们捧福大笑之后 有若有所思的 这样一期音频 好 感谢各位收听 食物鸡蛋 不听不散 拜拜咯